那么 我们就这样排 好 排很平衡的排在自己的 Direct Sponsor 然后排在 很漂亮的 排在左右都平衡的地方 听到吗 好了 我刚才讲讲的 比如说它是一个A Trade 刚才我所认识的这个是一个A Trade 然后我刚排了OPP过后 我Aton Close 它好像有点发泛之心 我就赶快撤了 因为我要的不是这一个 我要的是一条线 听到吗 我就赶快撤了 我就跟他讲说 OK 我也可以看到现在为止了 因为我现在有一个会要开 我要赶走 我要去一个地方了 所以你的样子首先 一定要看起来是一个开会的人 知道吗 你不要穿着短裤 头发乱乱 然后你跟他讲说 你有一个会要开 所以你看起来像一个开会的人 你说我要开一个会 那么我现在是真的 我很想跟你讲 不过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有个会要开 不过这个太重要了 我一定要跟你讲 不如这样 明天我 我看怎么样 我每天晚上好吗 我们安排 暂时我们讲四点半 如果可以的话我再打给你 你看我还没有等他答应了 我就会跟他讲说 我还没有决定 所以我还没有决定 你一定要任何东西每个时候都要保持自寒 那么这个东西你拿回去看 这个很重要 然后你就抵押一个 抵押他 抵押两次 最后一个 然后给他 你拿回去看 好的 我先走了 拜拜 我就走了 试试下有没有开会 不是 没有 再回去煮天睡觉 可能那时候我带起他的线 我会早点回去 所以我去带起他的线 那么 午饭的时候 我才去他们自己去吃 我自己跑去另外个地方 我打给他 你在哪里 我在我的店里 会把你的你的你的店的帝子的短信给我 他就发的短信给我 我就打个CAT 我就咻 去到他的墊 做玻璃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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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十分鐘就走了 我去那邊挖十分鐘可以 挖挖挖也不要講太多 我也不要去 就是說 影響他做生意 雖然他一直陪著我 我也不要影響他 祝你媽你的 你媽你的 我看一下 哇哇哇哇哇 好涼 成功 我就走了 我看時間 我走了 我時常都趕時間走了 然後呢 走了過後 晚上吃晚飯 打玻璃 走吃晚飯 這邊哪里好吃啊 跑啊 陪他去吃 吃晚飯 也沒有談了 我就不談了 因為我已經準備明天十點半 跟他談 是不是啊 過後我就不談了 最重要的是 我要進去他的生命 我要每一次 短時間見到他很多次 我出現在他的店門口 晚上 吃完晚飯過後 我走了 過後 晚上我打玻璃 在哪里 在家裡 方便嗎 放你家的短信給我 你的地址給我 所以你樣子 不要像壞人 你要看起來 你看我這個眼鏡 你們相不相信我是沒有度的 你們相信嗎 我零度的啊 不是開玩笑的 我這個眼鏡從來沒有打起來的 看起來失文啊 是不是 我不是開玩笑 真的 我有一點反光 所以晚上要戴 早上是不用戴的 我看得別人家清楚 我告訴你 好 所以你看 所以那個時候 我想讓你 晚上 就是 晚上發便嗎 叫他發短信給我 我就去到他家 去到他家 看到他爹地 認識他爹地 看到他老婆 跟他老婆聊兩句 認識他老婆 跟他孩子 跟他孩子玩 再跟他去到他的書房 聊天 講一些的成長過程 講一些的心酸死 講完自己的 他就會講他自己的 你就要聽 你一定要打開耳朵聽 你的樣子要很有興趣的聽 不要他講的時候 你在那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我現在講壞你這樣 所以你就要 很有興趣的聽 在適當的時候問一個問題 讓他講更多 你要了解這個人 你要繼續他的生命 而且你要在他身邊裡面 扮演上一個積極的角色 聽懂嗎 你要讓他老婆知道 他認識到這個朋友 很放心 要讓父母親知道 他認識到這個朋友 很開心 可以嗎 成為這樣的一個人 你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你的孩子 認識到這樣的一個朋友 你會很放心 很開心的 你就扮演那個朋友的角色 聽懂嗎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 這件事他過後 我就在那邊 就聽喔 他就跟我講 哇 他曾經在黃河邊 想要挑河三次 他的生意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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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聽喔 這個人 是一個很堅持到解的人 是不是堅持到解的人 會不會放棄的人 我就大概知道了 今天聽完了 就很了解 吃吃宵夜 宵夜過後 拜拜 我要 Fixing about that 10 點半 你覺得10 點半還會來嗎 100% 對嗎 為什麼 因為中間的那個不信任的隔膜 全部給我拆到完 對嗎 我們已經不是陌生人了 我們是好朋友 他是誰穿誰到的 對嗎 10點半 我就做10點半 我本來要跟他談的一個目的 可能是NPO 可能是下制度 可能是講公司 可能是講很多東西 好 我就找一個問題來講 反正我都要分幾次來跟他講 我不可以一次跟他講到完了 好 我第二次跟他講了過後 又拿到另外一個工具給他 又跟他講是最後一杯 最後一樣 發給他過後 要他回去看 用工具回去他看了過後 來影響他 第三天 又跟他講到另外一套 這短短兩天裡面 我至少見到五到六次了 六七次了這樣 第四天聽好了 他就是傳我這樣 真的 拿著我的工具 跟我學怎麼談我比比 怎麼做 所以那個時候我去跟他 電名單 我去跟他走六步 我馬上帶他走六步 我跟他設立一個目標 跟他講來 我們一起來 帶他走六步 然後馬上邀約 馬上我說走 我們去看一個人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不是一個人 這個你要同時做五個人 你能不能夠同時做五個人 不能夠的 一個人一天 只有一個禮拜 只有七天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個禮拜 最多我們不要說一次過 我找二十一百個人 沒有辦法的 我們五到六個人想要 就是想要嘗試 然後我們不可以給他每天 通常我會跟他講說 有頭幾天可以 我們上牌點時間出來 頭幾天可以 過後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禮拜 我只可以給你可能 星期三和星期六 這樣你更有制裁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星期 A3是星期三 A4是星期四 我都要同的人 都要做同樣的動作 然後我就跟這個A3講說 不如這樣 他練名單了過後 我就跟他 頭幾次我會跟他談 我會幫他談 我會叫他助理看 我說這次我真的 我不是在幫你談 我是要做給你看 所以我們有沒有做到 有沒有成交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一起學到怎麼談 我們要累積多一個經驗 一開始就要跟他講 我們試試看 所以我就談了 談完好過後 他就聽一次嘛 對不對 第二次我再跟他談 第三次我跟他談 第四次第五次 我可能會跟他談一次給我聽 你試試看 我平常在等人的時候 他還沒有來之前 我就跟他談一次給我聽 聽聽聽聽聽 不錯 很好 你不要他講的時候 你說我老爺怎麼會這樣講 我都不是這樣講的嗎 你沒有聽了咩 前面三次 對嗎 他講的時候 不錯 不錯 怎麼樣 很好 不錯 然後過後呢 第五第六次的時候 可能我會給他一個機會 誒不講 這是你試試看 放心我在 幫你談 不可以我在 後面幫你補 然後呢 就讓他談 如果你之前的動作做得對 你說不錯喔 不錯喔 他就會敢談 你不要再批評了 你批評他就不敢談了 對吧 你讓他談 談的時候呢 你就盡量做closing closing也好不closing也好 過後你要講的嗎 過後你要講的嗎 好 講的嗎 好 講的嗎 好 很假的 好 你要這樣講 我聽這麼多人談第一次 你談的最好 你談的最好 然後我不可以笑 你一定要這樣講 各位 誰第一次談的好 誰跟第一次談的好 誰跟第一次談的好 沒有一個人第一次談的好的 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所以我講他談的最好 我可以嗎 是不是啊 通常他只有一個法令度 他沒有提外的 是嗎 真的 我沒有騙你 真的 我之前有一個相信他做得很好的 今天 你也不要跟他講是誰 你有很多相信做得很好 你永遠跟他講 你有很多相信做得很好 不是他一個而已 好嗎 好 我有一些先生今天做得很好 第一次談比你爛 你真的很好 那麼我請問 他敢不敢談第二次請問 敢 敢不敢談第三次 敢 敢不敢談第十次 敢 這個進步 肯定進步廢話 他就是肯定進步 百分之一百進步吧 是不是啊 對 你不要第一次出來 你跟他講說 我是這樣教你的嗎 我叫你這樣談嗎 為什麼你不要這樣 哎呦 糟糕的 你不應該這樣嗎 你懂他在講什麼嗎 我就說我不可以了 你談嘛 所以永遠都一談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就很難把一個人獨立起來 所以我要獨立一個人起來 我們最關鍵的一個重點 我們要給他自信性 這是重要的 對 你說是技巧也好 你還是要這樣講 真的 今天我台上走下去 我跟三位講 三位講 他怎麼樣 一流啊 雞蛋 每一次都是一流的 對嗎 不重要 這話聽了嗎 我趕著上去講 對不對 我趕著上去講 這不重要 我們人是需要這樣的肯定的 我們需要這樣的肯定 接下來 你不要批評 不要批評 第一次第二次 沒有好的 上去多幾次就好了 對吧 我們要有這樣的機會上去多次 所以在reveal 我們人人說的人好 大家就好 對吧 所以 好了 A train 我幫她談 她的幾個 一個有想要做的 比如說 就這樣的人出現了 比如說 一個B出現了 當B出現的時候 大多數人會這樣 A train 去顧B 你的人 你不聽過 你不聽過 對 這才剛開始 你這樣顧 她不是死定 OBB的剛剛都學 對嗎 對 到死的嗎 所以我們要怎樣 叫她去抓B 可以的話 跟A一起去抓 叫A 看你怎麼抓 就跟A解釋 其實那個時候 我也是用這樣的動作 來把你搬進來 對吧 現在你看我怎麼樣 用這一招來 把B影響進來 好 就跟B講一樣 走六步 好 然後呢 就去她的市場 20個 啪啪啪啪啪啪 可能中一個C1 一個C路出來了 趕快跳下去 抓C1 當你抓C1的時候 就要跟A train 和B在一起 他們如果沒辦法 你自己本身也要下去抓 懂嗎 你不會說A為何不負責任 B為何不負責任 你等著我不管了 你自己去死 那奇怪 你要的不是一個人 你要記得 你要的是一條線 懂嗎 你要往深度去往 如何做深度 往深度去往 C2出來 跳下去抓 C1如果態度不好 才去抓C2 好 一樣的走六步 啪 我死了 各位 恭喜你 一根D出來 那這個D不一樣卡的意思就是說 他是 對的人 什麼是對的人 一看 態度好 肯學 形象好 能力強 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 有 通常第一代 你自己本身要找這樣的人 有沒有 有 很難喔 奇怪喔 很難找的喔 不過你從深度 一下子就找到了 有沒有相信嗎 相信 有一句話這樣講喔 七代之內 必有勞印 真的 不要說四代啦 第三代第二代就來了 有時候 很奇怪的 而且D 當他從第四代 或者在下列出來的時候 你要影響他 你就更容易了 因為你的形象 有人在幫你塑造 聽得懂嗎 有A在介紹你 有B在介紹你 有C在介紹你 那時候他們介紹你是神 你就是神啊 對吧 不過如果你是自己的朋友 你要知道第一代找的話 他看你是十年前的女優 你就算是一個隱蔽追殺 他媽媽還是十年前的女優 對吧 所以你要影響他自己 是很難的 因為是直接的朋友 就像兄弟前輩這種很難 很難影響的 父母親都很難影響 對不對 孩子都很難影響的 因為太過靠近 我們從深度找 他就很容易找到 好 第四代碰 抓到一個D了 你就要重點這幾條線 發展這個人 你要緊緊的 把他保持更靠近的友誼 那個時候老師講A、B、C 當你一抓到D D的阻止一大 請問A、B、C會不會緊張 會 晚上肯定睡不著 態度非常好 整天照你學習 你相信嗎 每會都必到 因為第一的人全部來 所以要媒體來 第一個人到 今天例外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很多很多這樣的例子 因為我們做深度很快 啪下去了 好了 第一出來 我重點發展第一 那麼對的人很快就找對的人 出來 下一抓一 對的人很快就找對的人出來 下一抓一 家要抓到幾十啊 很多人問我 今天不是沒完沒了 對吧 我們要一條線 一直這樣挖下去 一直到這個時候 要不然是沒有停頓的 他一直重複一次重複一次做的 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任何三個人 在這條線裡面 任何三個人 在一條線裡面 他能夠組織一群人 不用多 最少都要六七個人 他能夠組織六七個人 他能夠組織一群人 他能夠組織一群人 他能夠把這些基本工 交出來 六七個人這樣分享 坐下來分享也可以 站起來分享也可以 大概有三個人 有辦法組織起來 談OBT 談NPO也好 三個人就好了 你這條線叫什麼呢 叫做东方五败 真的,三个人就够了 因为里面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互相影响的一种三角形 很可怕的 在一条线里面 所以你A,A1,三个人 几代都可以,有三个人 A2,有三个人 A3,有三个人 A4,有三个人 对吧 你放在什么策略都赚钱 更何况是 Freeway International的策略 百万缝千万缝 Anytime 对不对 所以从深度里面吧 不要整天说,你的人已经哭了 不要顾你下去,更快 因为你要的是一条线 而不是一个人 这个人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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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你只需要做一次而已 不要因为一个人死掉 整个组织不见掉 所以你要重新 再开始做多一次 对不对 要重新 从人一开始 所以我们要从深度找 听得懂吗 好 好了 如何做深度 听得懂 明白吗 明白 不管你怎样明白 不管你需要多少技巧 你自己本身一定要练习 不过我们至少 这个是给你们一个方向 至少给你们一个基本的概念 至少给你们一个基本的概念 至少你要从哪一个方向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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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